2022年,我国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通过了英国GDA认证,并与阿根廷达成合作 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核电技术开始走向世界 相信每一位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人都会感到精神振奋 但其实,华龙一号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说华龙一号 当华龙一号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时候 很多人说它是中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 事实却并非如此 华龙一号的设计基础是秦山核电站 而秦山核电机组的技术则起源于中国开发核潜艇动力堆的艰辛岁月 所以要知道华龙一号从何而来 就要知道核潜艇是怎么来的 1958年6月,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 批准了聂荣臻元帅提出的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报告 在各国严密的技术封锁下 我国在1959年9月找到了苏联专家组组长沃尔比约夫 从他口中探听到了美国核潜艇的情况 以及反应堆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成为了研发团队的宝贵经验 虽说核潜艇的研发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有了这些经验 总算知道了这条河的深浅 在约谈后 科研队马不停蹄的开始练兵 让我国的技术专家们开始设计反应堆 并进行大量实际操作 这次大练兵仅用了6个月时间 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 更为关键的是 他为我国的技术人才打下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无论是对10年内核潜艇的研发 还是对30年后核电站的建设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由于国内各种特殊情况 核潜艇动力堆的研发工作 却多次陷入中断 险些被停工 1961年 由于全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我国只能先坚持研发原子弹 而核潜艇项目则被迫中断 1964年10月16日 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核潜艇的研发工作 也于第二年逐渐恢复 这一次 核动力院的专家们 被派遣到了四川内疆的一个山区里 这就是著名的909基地 刚刚建立起来的909基地 什么都没有 科研人员只能住老乡家 喝的是稻田和池塘水 在生活条件艰苦的岁月里 200多名技术专家 和上千名会战军人不辞劳苦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就建成了一个精密的核潜艇路上模式堆 这个模式堆结构复杂 有29000多件仪器 仪表、管道和阀门组成 参与其中的技术人员 有高校教师 有工厂厂长 有技术工人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 可以说缺了其中任何一名技术人员 这个庞然大物 都有可能陷入瘫痪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67年 不少专家被卷入政治漩涡 整个工程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眼看着制作来之不易的模式堆 就要报废 无数专家近十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 有人悲弃 有人无奈 有人愤慨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新中国发出的第一份特别公函下发了 一大批厂长、书记、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因此被释放回了工作岗位 在十年的风雨兼程之后 终于在1970年迎来了反应堆开启的时刻 不过 起堆过程并不顺利 从7月17日凌晨启动反应堆 到8月30日达到满功率 中间经历了许多大起大落 既有因为首次实现核能发电的兴奋 也有因为山洪爆发而被迫停堆的失望 其中有一个小故事 令当时参与项目的所有人毕生难忘 在山洪导致停堆抢修的过程中 技术员邹兴盈发现焊接表面 出现了一些大小不均的气孔 需要消除里面的积水 但由于管道狭窄不平滑 又不能被金属触碰 只好用丝巾一点一点的吸附 但是这样效率太低 再不及时处理好故障 或许以往的工作都会毁于一旦 就在人们焦躁不安的时候 传来了邹兴盈坚定的声音 让我来吧 他拿来一根不知从哪里找来的 细胶皮软管插进管壁 整个人趴到堆顶盖上 直接用嘴吸取管壁里的积水 这是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经过满功率运行的反应堆积水 是可能带有放射性的 现场鸦雀无声 只能听见邹兴盈那吸水声 声音好像刀片一样 划过每个人的心 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人握紧双拳 注视着这位战友 当积水被吸干 反应堆焊接成功的那一刻 大家也不管彼此熟不熟悉 全都激动的互相拥抱 离得最近的那名战友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千千万万个故事 汇成一句话 1970年12月26日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成功 而这艘核潜艇身上的196反应堆 也成为了华龙一号机组的前身 1970年到1990年期间 华龙一号的核心技术 其实已经有了 就是196反应堆的建造原理和实验过程 几乎是只差一步 就能完成核电站的实验工作了 这一步就是军用转民用 所需的经费不足 在我们现在看来 似乎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但是对于那个年代来说 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1988年 接任核动力院院长的 前机会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最困难的时候 我形容我们老院长像个叫花子 北上吉林 东到上海 南到海南岛 西到西藏 煮着拐棍讨饭吃 全国都跑遍了 领着一批专家去求人家 找项目 风尘仆仆 跑了好几年 当时大家在山沟里 拿着仅有的一点工资 但热情还是很高 我们当时上上下下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要搞核电 后来 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 之所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建成 其实基本是沿用了核潜艇196反应堆的技术 然后在民用的技术细节和安全性上进行补充的结果 华龙一号起源于196反应堆 但是真正成熟却是在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 因为在这期项目开启之前 国家出台了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 这让很多人觉得 只有引进外国技术才能达标 当年世界上核电最发达的国家 无非是美国和法国 美国拥有西屋AP600 法国拥有M310 但是人家也不会白白给你修建 承包费就不是我们付得起的 毕竟后来核动力院进行自主研发的经费 都只有220万 有时候钱不够还得自己倒贴 好在结果是好的 因为我们自主研发出了脉冲反应堆 这项技术自1957年 被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研发出来以后 就一直被垄断 所以在1991年我国研发出来的时候 美国人还以为自己的技术被盗窃了 立刻前来兴师问罪 结果我们直接把自己具有独特工艺的设备照片 给美国人看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被说服了 核心技术是自己的 但是在设计理念上是可以借鉴的 比如在安全性上 华龙一号就借鉴了法国的M310 为了保障安全 科研人员给他设计了双层安全壳 安全科的用料和结构都是现有核电技术里的最高级别 可以抵御大型飞机的撞击 在设计上提高了华龙一号的抗震标准 让它可以抵御17级台风 9度地震的烈度 可以说 华龙一号绝对是先进性和成熟性的统一 也是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平衡 现在有人大喊着中国技术没有外国的好 就应该直接引用外国的先进技术 可是他们却没有想过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没有白白得到过任何一项国外的先进技术 不仅要付出 有时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甚至效果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所以几代核电人都坚信自主研发 才是彻底摆脱外国技术垄断的出路 如今看着走出国门的华龙一号 其实我们心中感到更多的是骄傲 骄傲于我们有最可爱的科学家 他们甘心扎根在贫困山区里 他们愿意鞠躬尽瘁 他们也同时创造了新时代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